趙武吉的抽象始於1950年代 一具芭蕾的他 一方面深受比卡索與馬蒂斯的影響 一方面又被克莉的水彩作品所吸引與啟發 嘗試在畫裡加入商朝加布文字的元素 想要表達那最原始型態的力量與精髓 加古文系列正是他早期最具代表性的經典之一 歡迎來菲石樓一同欣賞趙武吉版畫之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